所以我能看到PVT所以我能听到我的声音 大家早上好 最后一次课了 一切是我正常 没问题正常是吧 好 那今天咱们直接就开始讲了 提前一会儿 因为今天内容稍微多一点 可能还会压一会儿糖 就把这都给大家讲完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昨天的讲到这儿 pussy 叫做雀懦胆 雀胆小的 timmied 今天继续往下来看 第一个单词叫做quary quary 表示踩石场 这像在留意一万当中 也有这个词 把这个词收进来了 我看有一些留学的词 我把它收进 大家知道一下 踩石场 知道就行了 名词还有第二个意思 叫做猎物 猎物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表达 就是pray这个单词 知道了吗 它能通过谁去记 你就通过一个联想记一下 通过它去记 运送carry 运送去石场 carry quarry carry quarry 第一个是表示 石头 踩石头的地方 踩石场 第二个是猎物 通过carry去记 运送去市场 运送去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quary quary quary 表示的意思叫做 发牢骚意怒 发牢骚爱抱怨的 发牢骚爱抱怨的 这个单词 它跟谁是同源的 你看这个词的前半截 看看它的汉语意思 现在能看出来吗 它可能跟谁是同源的 你读quary q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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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ous形容词后 这去掉 你看它前面长得很像哪个词 看看它的意思 看看它的读音 再看看它的长相 它跟谁是同源的 爱 它跟谁 跟吵架那个词 就是quary 对 它跟quary quary 原因发生变化 意义和意义 都是原因上的变形 就是充满了 怎么样 quary叫争论 爱跟别人争论的 爱跟别人争论的 跟quary 同源 写在旁边 读一下 quary quary 叫做爱发牢骚的 容易抱怨的都行 爱发牢骚的 记这个词 脑子一定要想coral 下一个单词叫做irritable irritable也叫做意怒 咱们在之前 核心课给大家讲过了吧 它的动词是谁来的 动词叫做irritate 这个动词现在六集考研里面 把这个词都收进来了 也叫做激怒 叫做激怒的意思 别忘了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第一个 叫做quizotic 这个还是英语 专业的同学 可能碰到的概率会大一些 还有下边 这个什么 utopian utopian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还初中 是吧 历史老师是不是讲过 乌托邦式的 托马斯木尔写的乌托邦 你看是吧 他说什么叫做 他英文解释 我们可以理解 叫做 an imaginary place where everything is perfect 能理解这意思 an imaginary place where everything is perfect 对吧 一个这种虚构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那一切都是天下太平的感觉 这个词一般考的话 他还是考什么 这是一个贬义的 叫做不切实际 这个概念 叫utopia 这是一个音译词 开始了 叫做乌托邦式的 utopian utopian 咱们以前看的疯狂动物城 开始仿造它写的 utopia 对不对 英文的就是这个的 这是utopian utopian 把N去掉 就是名词 第一个词叫做quixotic quixotic 这个咱们要是英语专业的同学 老师上学的时候 可能带你读过 会讲过 唐吉何德 对不对 西班牙塞曼提斯的作品 对不对 这个叫做quixotic quixotic 唐吉何德 读过的同学回一回 我也还是时间短 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他还是强调这种 不切实际空想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 其实已经歧视 早已经绝迹了 已经没有歧视了 但是主角 阿隆索 就是因为他特别喜欢这种歧视小说 然后就幻想自己是一个歧视 然后把自己的邻居 桑丘 让他做自己的仆人 他俩人 就说白了 一个精神病 带一个邻居 他俩假装歧视和仆人 完了行侠仗义 这种游走天下 对不对 然后这种有一些 做出了很多这种与当下时代 当时背景 极其不相辅的 令人觉得很匪夷所思的 这样的一些行为 结果四处碰壁 然后最后怎么样 回家死去 但从最终的这种 所谓的幻想当中 幻想当中出来了 所以他其实还是强调的 是一种空想不切实际 咱们有空存 也可以自己去读一读 也挺有意思的 Quixotic 唐吉赫德 用Quixotic 下面是Utopian 他们意思相近的表达 都强调这个意思 这要考试 如果考到的话 肯定考到是后面 就不切实际的 就好比说你说现在 这都什么年代了 对吧 你还能拿粮票去买大米 大家就会觉得 就有点不现实 做的东西都是与当下 时代相悖的一些行为 我觉得我们这80后 其实现在就已经有点 如果跟不上潮流的话 就已经有点过时了 你看60后 还有人不用微信 50后都不用微信 那就慢慢这社会就跟不上节奏 你想想 还用50年前的做法 去跟现代的时代 没法融入的 叫不切实际空想 乌托邦 唐吉赫德 钢金教室的同学 看一下 第一左回忆一下 叫Quarrie Quarrie表示要采石场 运送通过Carry去寄 运送到采石的地儿 采石的地儿 采石场 第二表是猎物 下一个Quarrie 这个词源于哪个词 它是来自于Quarrie 爱跟别人争论 跟来自于Quarrie的变形 原因变化 叫做爱发劳的爱抱怨的 Iritable 它的动词 咱们之前已经讲了 就是Iritate 就在六级和考验里都考过 叫做激怒 Iritable 就是能被激怒的人 也是易怒 暴躁的 然后刚刚说的 就是这两个 一个唐吉赫德和乌托邦 都强调不切实际 不切实际的 不切实际 但是简单一点 先考验当中考的比较简单 就是Unrealistic 就能写吧 Unrealistic 然后就来自real 这个就简单很多了 高中里边的了 好 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Raid 多一多 Raid表示的意思 也叫做什么 叫做袭击 袭击我们在核心课当中 其实给大家讲过几个 回忆回忆 攻击叫做attack 还记得吧 还有谁 assault 这是在核心课讲过的 还有一个就是assail 9点开始的 上开始一会儿 刚刚报名的同学 把这个课听完之后 然后就要开始补课了 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次课了 attack assault 和assail 这是我们在核心课当中 给大家有讲过的三个 表示攻击袭击的词 我们就说来看左边 再补充 第一个叫做Raid Raid这个词 它一般强调的就是 a sudden attack 能解决这意思吧 它强调的是 a sudden attack 就是一种突然的袭击 我们一般叫做Raid 常见的搭配 像在新闻当中 大家能看到的 就叫做air raid 就大家能猜出来吧 air raid 这叫什么习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叫做空习 对不对 叫做空习 就用这个单词 这个词 好像特朗普先生 川普先生会说 给这些一次精准的打击 我们完成了一次精准的打击 这个叫做precise raid 和precise strike都行 这个词它跟谁是同源的 它跟道路这个单词 叫做road这个单词 通过road或者是ride 其实原指原来就指什么呢 在路上的这种骑马的这种强劫 现在咱们见的比较少了 像在90年代初的时候 在哪个城市我就不说了 那时候我看央视也演过 就那游客刚到那城市 那飞车党 就搜着拎摩头 骑个摩头 就把包给拎走了 在路上的骑车的这种强劫 咱们小的时候可能也听说过 就是哪个女同志 拎个什么什么单肩背包 在那马路上拧着拧着走呢 忽然来骑摩头的 在路上的这种突然的抢劫 所以它是跟road和ride是同源 所以就是在路上的这种 飞车党们突然袭击 突然袭击 好看下一个单词叫做foray foray表示的意思叫做突袭也是 他这个词前半部分影射就是false false大家在这个词学过 false见过吗 看看是不是叫做武力 也是来自于武力力量的 突然式的这种袭击 false foray false foray 这是一个GRE考的词 当然最简单 就是叫什么叫strike strike比较口语化 比较口语化 我们正常的叫做打击 像之前说的给谁先发制人的打击 两国相战 对吧 看谁最先动手 叫preemptive preemptive strike 罢工这个词也有表示打击的意思 好把这三次来读一下 第一个ray的脑子里想谁想road 那些飞车党们路上的这种突袭 false用武力的这种突袭 闪电式袭击 也是强的那种突然的 这是正常的打击 打击 Quizotic和Utopia 乌托邦和唐吉和德 都是不切实际 不切实际 不切实际的 好看这边第一个 叫做ratify ratify表示的意思叫做批准和认可的意思 看一下它 那这个单词呢 你是不是硬背也不太好背 它前面这个rat 你要知道它其实跟哪个词同源 比如说你跟你老爸说了一件事 你爸觉得这事行 可以靠谱 他这个词其实跟谁同源的 能看出来吗 加长一点看出来才跟谁同源 看出来他跟谁同源 你爸觉得这事行 所以去吧 说报一个万词班 行 当年爸爸词汇量就不够 是吧 所以不能让女儿 不能让儿子输在词汇量上 他是来自于合理 跟他同源的 他写方便 叫做rational ratify 认为合理 所以叫做认可批准 认可批准 叫做认可批准 你们再过几年也为人父母 五年吧 差不多 对不对 为人父母的时候 想想那时候 现在的我跟你说 就是没有点词汇量 真的不好意思当爹当吗 那我今天见到好多 好多朋友 就是翻开这个儿子女儿 幼儿园的英文课本 幼儿园的 单词都不认识 因为他讲的都是什么 他讲的都是 河马 犀牛 蜥蜴 他讲的都是这种单词 我们80年代上学的时候 幼儿园 幼儿园我们的80年代 没有没有那什么了 当然没有没有英语了 就是90年代了 上小学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小学初中还学的什么猫 狗 都学的非常简单 现在幼儿园全都是河马 犀牛 然后什么长颈鹿 什么反正那东西都特别难的 西翼 都是这种词了 所以你这个还是要提高自身的 这个什么 幼儿园都没上过 是吧 认为是合理的 批准认可 批准认可 好 下一个叫做Approve 这个就简单了 Endorse 这讲过没 它来自于谁 看看 你看看还是路奇看看这就是 Hippo rhino lizard Giraffe 所以就加油吧 但这词也就考试是不会考了 就小朋友才会用 所以如果你们以后要是教什么少儿英语 这词真的得先看了 可以为人父母了 Endorse 如果的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Validate 这个为什么也叫做证实或批准 它来自于谁 Valid 有效的 在考研当中 这个名词非常爱考 名词注意一下 叫做Validity 就是我们叫真实性有效性 这个名词在选项出现的时候 很多同学认不出来 Validity 叫做真实性有效性 用的就是它 你Validate有效 这就有效性 真实性有效性 这是动词 叫做证实的有效 批准它们 其实也是一种支持 就是support approve 和ratify 认为它合理 认为它合理 好 看下边这三个单词 第一个词叫raise 第二个词level 第三个 demolish 这三个单词都还有表示摧毁之一 摧毁 咱们之前在核心课当中 其实也讲过很多了 第一个你看一下raise raise为什么叫以为平定 它跟谁同源 它实际上跟橡皮叉的叉 大家还记得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吗 我们说raise还记得吗 raise是不是叫擦除抹去 擦除抹去 想想它 所以什么叫怎么将冲 彻底摧毁 摧毁它 摧毁 或者移为平地 就是把它的都给抹没了 将 是吧 这个如意的所有的画册都给抹平抹没 历史上一个不留 全都给擦除 想想它都给擦没了 这个叫做摧毁 还有我们男生啊 那个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那个刮胡子 那个刮胡刀用它 男同学记住就raise raise什么叫以为平定吗 是吧 将你的这个胡须都擦平 都擦掉 把你的胡须都擦掉 这个or结尾叫做raiser 我们常说的踢须刀 用它 男同学记忆记 raiser 踢须刀就是raiser 将脸移为平定 摧毁 level这个就是动词的意思 因为名词叫做水平 对不对 就是水平 所以这东西全都弄平了 也是摧毁 以为平定 所以当你看到level有分词变化的时候 它可能考的就是动词了 当你看到level有分词变化的时候 注意的可能考动词了 最后一个叫demolish 它表示拆除拆毁 它的名词再次强调一下 这个之前已经讲了 就是demolition 它的名词注意一下 就是demolition 这名词变化稍微大一点 叫做把楼拆迁 我们说家里北京上海同学 家里有房有地的 拆除拆迁法 demolition law demolition 第一个单词 叫这个raise 通过谁去讲 通过橡皮擦去讲一讲 擦擦除抹去 擦除抹去 叫做摧毁 第二个level 磨平 移平 移为平地 通过水平 这个意思去记一下 好 前面这五个 跟老师来读一下 第一个 叫做quarie 运送去时长 送 最后一节课 站好最后一板岗 下一个词叫做quarless quarless表示这句子 爱发劳子爱抱怨的 来自于quarle争吵这个词 争论争吵 quarle quarle 唐吉和德和乌托邦似的 都考的 想到这个意思 不切实际的 不切实际的空想的 你当下实在不符 不可能 好 这边第一个ray的脑子理想是 像road路上的这种 想象的飞车打门 在路上的突然包抢走的 叫突袭 我们常说空袭 用它air rate for a false过来的 for a false 无力的袭击 突袭闪接式袭击 ratify脑子理想是 像rational 合理的 这事合理 所以叫做是合理 叫做批准 叫做批准的意思 endorse是支持背书 代言 代言产品 都这个词 以后咱们当明星的时候 注意一下 validate叫做也是正式 正式 好 看下边下一个单词 叫做referendum 全民的公投 这个可能在咱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可能用的概率不是很大 对吧 在民主的地区 民主的国家 民主社会 民主地区 有可能会用到 全民公投 一般会用这个词 那它的名词 一般后面会接on something 这要知道一下 比如说 这个全民对于 这个 阿乐死问题进行全民的公投 对不对 您是叫referendum on euthanasia referendum on divorce 对于离婚问题 进行全民的公投 全民的投票 为什么叫做全民公投 它这个词是来自于谁了 就是refer 这个很明显 前面很显 refer 叫做涉及关于 对不对 叫做涉及关于 就是关于所有人 涉及关于所有人 都来的 叫referrandom 这词我觉得还挺好 你看新闻的时候能看到 但是生活说的不多 生活当中说的不多 你们期望 咱们也有全民公投 那一天会期望吗 也许未来慢慢改革 对不对 refer 参与 涉及 涉及所有人的 po 也叫做民调 打电话问你支持谁 对吧 你支持谁 po 投票选举民意调查 民调 好 看下边 就是我经常会在脸书上 或者是在 YouTube上 油管上就会看到 就下面两岸的年轻人 就会相互扯 就说怎么怎么地 怎么怎么地的 觉得看看也挺有意思 很骂的 不可开交 互相都骂都是 下一个单词叫relapse 学医的要背背这词 relapse relapse 跟recarus一样 就表示疾病的再发复发 就表示这人生了什么病 病好了 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再次发生 这要知道一下 表示的意思叫做疾病的 疾病的复发 或者是再次发生 它是名词 也是动词都行 比如说have a relapse suffer a relapse都行 就是救病复发 救病的复发 如果说作为动词来讲 一般作为不及物动词 不作为再度陷入昏迷 你可以说relapse into昏迷 看专巴 专巴 都咱们前两天专巴课讲了 compiety relapse into relapse into a coma 更好记一些 因为咱们学过发声 对不对 occur是发声了 所以这就是再次发声 对不对 再次发生 而relapse 这个lapse这个词根 它实际上表示的是sleep 是跟滑有关 我们在以前学过最简单的一个词 就是坍塌 你现在能理解坍 但我之前在四六级班 从来不讲这个词 这个词根比较难 不太好记 所以你想想这叫什么 这叫做一起滑下来 你有时候你看地震的时候 那天花板 噗咙滑下来了 是吧 这个词根本身是跟滑有关 所以叫做又滑回到原来的老样子 滑回到原来的老样子 那这就叫做什么 叫做再线复发 还有一个你可以写旁边叫elapse elapse这往哪滑 向外滑走了 比如说自从他毕业 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 你可以说叫做 three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he left the school 明白这意思吧 three years have passed have elapsed since he left the school 就一样的叫做时间的 人时光匆匆流去 是吧 从十月八号到现在 很快四个月 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一直上课的东西 这四个月 你真正有改变 对吧 这是时间的流逝逝去 把这两次读一下 第一个叫滑回去复发 这就再次发生 再次发生 跟occur是一组 好 看下边第一个叫做relegate relegate叫做降值贬折 降值 demote downgrade 下面这两个还蛮好记的 第一个单词 看看他通过谁去记呢 这个单词他和委派任命 这个词他俩同源 咱们考过四六级的同学 看这词见不见过 名词叫做代表 动词叫做委派 看这词见过没这词 代表和委派的意思 上面这词 如果没有背过的话 看看基础稍微薄弱一点 怎么去记它 通过腿去记 向下 就是你下去给我跑个腿 下去给我跑个腿 你这样想一想 你把这事给我办了 你去吧 你下去给我跑个腿 把这事给我办了 这叫做委派 委派的意思 你看一个是委派 任命你去做 而这个relegate somebody 其实就指的就是派你 re表是bag 派你回家 派你退休 你这样想一想 retire加一个delegate 委派你退休了 这叫做贬折 就不让一个是任命你做 一个是正好相反 正好是一个相反的感觉 一个是任命委派 这是降级 不让你去做 是他俩对照 委派和降级 demote就好记很多 因为他跟高中和四级的哪个词 是不是升值这次 他俩是一对反应词 promote往前推进 这叫做升值 晋升 升值晋升 叫promote demote正好相反 叫做降值 downgrade也是 意思比较直接 grade叫级别 down是向下 级别的向下 还是表示降值 我把这三次读一下 relegate demote downgrade 好来测试 回顾一个词 看这词还记不记得 叫做quireless 这词什么意思 能想起来吗 前15分钟不计备的 前15分钟说的 quireless 现在它来自于谁 你想汉 意思肯定想不想来 想想它来自于谁 就能想起来了 刚才听过课的同学 是争吵 爱就是爱发牢骚 爱抱怨的 想起来了吗 爱发牢骚 爱抱怨的 好第二个叫做什么 叫做quire quire 通过carry去记 对不对 运送去哪 运送 搬到踩石场 踩石场 回忆回忆 好 看下边 下一次 来第一个 resound 这两个词 也是蛮好记的 它们的意思都非常直接 你看它从造词上 re很明显 取什么意思 是不是再一次 再一次有声音 re sound through 这个resound 一般后面 注意一下 一般会接through 比较多一些 比如它的笑声 在山谷里回荡 你可以叫做 her laughter resound through the valley 再次想你 哈哈哈哈那种感觉 我的小时候 最魔幻的两个笑声 一个是周星驰 一个就是林青霞 东方不外的笑声 是吧 还有就是周星驰 那叫做再次的回荡 叫做resound through resound through 第二次叫做resonate resonate也是回响 起回声 中间大家能想起来吗 son它是来自于哪个词的 它就来自于 song的这个词的 就是来自于声音 song和song 应设的是它 所以re还是取再一次 不是儿子 对不是儿子 它song是来自于 song的它的一个变形 再次是响起声音 再次响起声音 来那这个造个词 能猜出来啥意思吧 super sonic 这就能看出来了吧 这啥意思 啥意思 super sonic 那就是超超声的嘛 对不对 超超音的超声的 超音速的超声的 不是超级男声 别过整远了 好下一个单词 叫做echo 这就是回声回响了 回声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来第一个 叫做revery orgy spray jamboree 来看一看 这几个词 都跟什么有关呢 他们都跟 狂欢 那种 狂欢欢厌 相关的词 看一下 第一个单词 叫做revery 狂欢欢厌 相关的词 第二个单词 叫做orgy 第三个叫做spray 最后一个词 叫做jamboree jamboree 最后一个词 一般强调大型的 这种聚会 庆祝会 比如说一个什么 选举胜利 大型的这种庆祝会 那你可以通过 最后一个通过无聊 去记忆 or通过一个联想 无聊的人聚集在一起 对不对 无聊的人聚集在一起 这叫做大型的 jam叫个board jamboree 大型的庆祝会 大型的庆祝会 好 第一个单词 叫做revery 它是来自于动词 叫做revel revel本身表示的意思 也叫做什么 叫做狂欢 加了一个ry之后 变成了名词 它变成了名词 它这个单词 其实跟谁是同源 它跟这个单词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个 这是还是谁跟谁 发生变形 能看懂吗 bvfp 这几个字母 这第一节课讲的 福音字母的替换 福音字母的互换形式 你看看revery和revel revel叫什么意思来的 是不是叫做反叛造反 是不是叫反叛造反 造反者 造反者动词反叛造反 其实他俩是同源 就是从谁 从造反的状态当中 衍生出这样的意思 你想想大家如果造反的时候 就什么样的状态 是不是就是叫嚷 大吵大嚷的状态 是这种感觉 对不对 就是非常抗犯那种 那么马上就不行了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他跟他是同源关系 从造反这个词 就打打杀杀 就是造反的这种喧闹声的状态 引申为什么呢 叫做revel 就是狂欢 一个造反一个狂欢 这俩放到一起去 其实都是强调的是这种 喧闹叫嚷的状态 写在旁边 下一个字orgy orgy也是 他是来跟谁同源的 跟我们一个四级词汇 四级词叫做urge urge这个字大学后 是不是叫做催促敦促 就是催促你的欲望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他跟urge 这俩词是同源的 我们说urgency orgy叫做狂欢 或者叫做放荡的意思 比如说造一个短语 来自于新年链当中 那个短语叫an orgy an orgy of shopping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我们翻译成叫做无节制的购物 就是疯狂购物 an orgy of hatred 这个我记得是新年链四当中讲的 就是体育比赛会引起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无节制的这种仇恨 因为运动比赛两国家打起来了 an orgy of hatred an orgy of shopping 这种疯狂的这种痛恨仇恨 疯狂的这种购物报复 比如说你能跟你男朋友吵架的时候怎么办 就使劲刷他卡 给他刷爆 是吧 这叫做an orgy of 催促你去做一个事情 催促你的内心的欲望 叫做狂欢放荡 当然这个还可以表示 你们懂的 就是淫乱 也可以用这个词 就是很多的男男女女们在一起 同时的有一个像一个sex party的感觉 能理解吗 这个叫做orgy 这也叫做orgy 就是聚众淫乱 你也可以用这个词 下一个单词叫做spray 也是狂欢喧闹 这个你可以通过spread去想一想 就是一种发散出来 他实际上跟那个spirit 这前面我映射的是他 是一种情绪精神上的一种散发 叫做狂欢 狂欢喧闹 把这四个词读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reverate reverate脑子里想象我解释这个词源了 他俩是同源 是来自于造反叛乱这个词 造反叛乱是个喧闹场景 叫做狂欢作乐 orgy 叫做也叫做狂欢 或者叫无节制的做某事 orgy of spray 还有chamberate大型的庆祝会 好 看看下边 下一组 我来第一个叫做ruffle 第二个词叫做disconcert disconcert 第三个叫做netto 好 第一个 ruffle ruffle 其实它第一层含义 它要表示我们叫做弄皱 弄乱都行 ruffle 比如说ruffle my hair 把头发都给弄乱了 对不对 把这个羽毛都给弄乱了 弄得乱七八糟 这个叫做ruffle 它一般多强的乱 什么样的乱 一般多强的是一种不平整的乱 就是弄出褶咒来了 对不对 弄出褶咒来 这种弄乱 我们可以叫做ruffle 第二个也是为表示情绪上的叫做激怒 情绪上的这种不好叫做激怒 或者我们叫做沮丧都行 比如说she 什么样 was ruffled she was ruffled 就是它是很沮丧的 情绪很不好的 你用这个单词就行 那解释一下这个词 为什么我们说叫做弄皱 刚才说了吧 弄乱把我头发呀 把我衣服都给弄得乱七八糟的 是吧 把我头发都弄乱 它前半部分实际上是来自这个词 图ruffle ruffle 是来自于粗糙这个词 ruffle这个词 大家以前有听过吧 你听过 它前半部分实际上影响的是它 ruffle叫粗糙不平 所以也是为我们叫做弄乱 情绪弄乱就是心烦意乱的感觉 它跟ruffle是同源 它跟ruffle这个要知道一下 是同源词 它跟ruffle是同源词 好 第二个词叫做disconcert disconcert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使慌张不安 使慌张不安 它来自于前面来自于后半节 后半节这个词叫做concert 大家都知道它名词的含义 concert名词表示的意思叫做 是吧 名词是不是叫演唱会 但如果作为动词来讲 表示的是一致 读成concert 这知道一下 动词表示叫做使一致 使协调一致 这个dis还是表示一个否定 叫做不一致 或者你通过没有去看演唱会 演唱会没去看 没有买到演唱会的门票 叫做不安慌张 前两天Eason的演唱会也抢票了 罗德瓦 瓦仔 还有Eason 你根本就买不到的 买不到的票 除非你们可能有一些什么 什么内部的歌迷会 一般否则最难买到的票 没有听演唱会 不安 rough粗糙弄乱 最后一个词叫做netto 表示的意思叫做 是烦恼使生气 我们昨天讲了一个词 激怒 是不是用针扎扎怒你 你还记得那个单词吗 还记得昨天讲那个单词吗 用针扎怒你 那叫做什么 needle 激怒 还记得昨天讲的那个吗 昨天的第一组 我记得好像是 你可以这两个放到 一个是needle 一个是nettle 这两个你可以放到一块 是烦恼 是生气 是烦恼生气 好 这次到这边说了 看下边下一个词 Rustic Rustic表示意思叫做乡村的 或者我们叫做乡下的 这个好像之前说过 之前还讲了一个词 叫做 idyllic 之前是不好说过这个单词 来自于 idle 天天 无所事事的 大家还记得吗 叫做乡村的 无所事 来自于 idle 那个词 这个idle 无所事事 这个词 也叫做乡村 idyllic 这个单词 当时也讲了一个词 叫做bucolic 每天都能听到牛在叫的 也叫做游牧民的田园 咱们今天继续再说两个 第一个叫做rustic rustic跟rural这两个放到一块 也叫农村乡下 rural一般用的是最多的 农村的乡下的 叫做rural rustic也是指这样的一层含义 动手写一下 rural 好 最后一个单词叫做pastoral 它是来自于pasture 叫牧场 这个在之前的词汇课当中 看咱们核心课当中 好像也给大家讲过 牧场这个词 有很多牧场的 这也叫做田园生活 叫做田园生活 田园的 把这几个词认识一下就行了 rustic rural rural 还有pastoral pastoral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第一个叫做sliva sliva表示口水唾液 简单一点 我说mouth water 就在mouth water也行 口水 sliva这个可能用的多一些 比如说人的唾液 什么 动物的唾液 蛇的那种蛇毒 蛇的唾液 你有它都行 叫做sliva sliva 第二个词叫做triple 你看有时候狗 训练警犬 那时候 我在抖音上看 drip 哈喇子都留下来了 哈喇子都留下来 滴下 你可以通过drop或drip去记 滴下 这不叫滴 往下滴 滴滴的滴 滴下 叫做drip drip 婆婆发生的变形 口水的滴下 也叫口水 sliva也是 叫做口水唾液 口水唾液 之前讲了一个词叫salacious 叫色情的 大家还记得这个词吗 你会想一想 你看那好色的时候 男生好色的时候 怎么办 是不是哈喇子留下来 就这样 看到一个美女的时候 对吧 露个大长嘴 穿得特别暴露 男同学就是saliva 留下口水的人 好色的 salacious 嗅涩可参 drip 是drip 来自于d那个男词 好 看下边 下一组 第一个 叫做scruffy scruffy叫邋遢的 不整洁的 后面还有这样两个 第二个叫做be dragged 第三个叫做doddy 最后一个叫shabby 好 写一下这几个 表示很邋遢 穿得破一啰嗦的感觉 邋遢 破一啰嗦的感觉 第二个 be dragged 我的第三个 doddy 最后一个词 叫shabby shabby最好记 这是通过骂人的话 就行了 你说这人穿的 像个shabby 是吧 这个人穿得像一个 shabby的感觉 叫做 衣服破旧的 破烂的 通过最后一个词 是比较好记的 叫做破旧的 破烂的都行 好 第一个单词 叫scruffy 咱们刚刚讲的谁 看还能记得他吗 Ruffle 他影射的是哪个词来的 Ruff Ruff 还记得不 想想 手上的动作 加一个谁 加一个很粗糙的 穿得特别粗糙 破一啰嗦 很粗糙 不整洁吗 是吧 Ruffle 叫做什么呢 叫做不整洁 邋遢 不整洁的 邋遢的 还是通过Ruff去 非常粗糙 穿得 有些人就很精致 有些人就很粗糙 比Draggle的 这个单词来自谁 来自Drag Drag表示的意思叫什么 叫做拖拉 托拉 叫做Drag 使劲的往前拖拽 这个叫做Drag 拖拽 拖拉 叫做Drag 所以想想 咱们说 有的时候 一个人穿得 东北话 叫水当尿裤的 就是裤腿都已经扫地了 对吧 裙子都已经脱地了 所以他是这个 衣服都脱在地上 通过Drag去系也行 一个人穿得拖泥带水 水当尿裤的感觉 这也叫做什么 叫做 给泥水弄脏的 拖泥带水 形容人的穿着 非常邋遢 不整洁 也行 BE在此处表示加强 这双血磁尾了 意思没变 所以还是通过Drag去系 Drag你可以通过Drag去系也行 有的时候 我们生活当中 裤子没有提上去 都在地上扫 裙子也是 都在地上扫地 这种状态 不整洁的 或者是给泥水弄湿了都行 泥水弄湿的 Drag表示的意思也叫做不时髦 但他更多强调的是穿着 这种过时 穿着上过时的 或者叫做邋遢的 叫做Drag你可以通过Drag去系 也是整个衣服都是向下 衣不遮体 是吧 向下的感觉 好 把这四个词来读一下 这是比较偏向口语化 形容人的穿着 第一个叫scruffy 这个比较常说 比较口语化的词 scruffy 第二个词 Ruff 很粗糙的 第二个叫Bitrago的 衣服脱泥带水 所以给泥水弄脏的 下一个Daldi是衣着过时的 一般多指 服装过时 Shabby叫做破烂破旧的 破烂破旧的 好 这个单词 这没有什么展开 他从四级六级考研全考过 这在四级六级考研都考 但是在四六级考研 都给你带 四六级里头给你加汉字了 就加了个括号 兄弟姐妹 这知道点就行了 叫做Sibling 有的时候咱们家里有东西可能不是独生子女 你看你们家是不是独生子女 他一般后面都接复数形式就行了 注意一下 一般多用复数形式 单数形式Sibling 叫做什么呢 叫做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 看是怎么去记不住 看前面C就是谁 就是Sister 看到吗 BL这个地方影就是BR 就是Brother 通过猜语看见CBerling Sister and brother BR和L是一样的 Sibling brother 四个哥哥是吧 好 看看下一个单词 读一下叫做Sift 看看他 这也比较短 Sift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 叫做筛 细筛细茶 第一个表示筛东西的筛 第二个词表示的意思叫做仔细的检查 这种筛 比如说把东西给筛出来 把小麦给筛出来 这个叫做see out the wheat 对不对 see out something see something out 叫做see shy 第二个演示为叫做仔细检查 那我们在以前 咱们是不是说过他 在我们班 说过这个词吗 叫scrutinize 说过这个词吗 他的名词叫做scrutiny 在核心课当中 咱们讲过吗 我说用荧幕去看小东西 这个词我给大家讲过没 在我们班 讲过了 前半部他演示的是screen 忘记没关系 这个可能更常考 跟他同一词的 用荧幕 screen映射的 去看tiny 很小的 你看咱们体检的时候 做什么彩抄 p抄啥的 是吧 叫scrutiny 叫做仔细检查 sip的也是这意思 叫做sip 叫做sip 下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 叫做 这个词他跟谁同源 咱们在以前 在我们班讲的 这词叫seep 叫渗出 渗出来的水渗水 其实跟他同样 你看seep和seep 原因变了per和f是一样的 seep 渗出来 就把那些东西给露出去 对 粗的露出去 渗出去让一些粗的 这叫做吸筛 canvas 当年我们说 它可以有一个含义 就是一个s的时候表示帆布 这个意思大家知道吗 我们有一个中国 在咱们商场当中还有个品牌 是美国牌子 叫converse converse 听过这个品牌吗 叫做匡威 大家回忆一下 匡威这牌子 匡威 这个牌子 你看引申出一个这样的一个词 就是这个帆布 canvas叫做帆布 用帆布去干嘛 也是去筛东西 也叫做仔细检查 仔细 详细的去讨论 细查讨论 叫canvas 其实油纸就是用这个粗的布面 帆布是非常粗糙的布料 去过滤东西 油纸用这个布来过滤东西 所以引申为叫做细晒细查 细晒细查 也是一种仔细讨论 仔细检查的意思 第二个还表示游说拉选票 在帆布上 油画布上写上你支持者的名字 进行游行 你不能写在纸上 写在纸上就漏了 写在帆布上 进行游说拉选票 它俩是一家的 一个是帆布 动词帆布的作用 第一个叫仔细筛东西 过滤东西叫细筛细查 第二个叫做油水拉选票 上面这个sieft 它跟sieft 我们在核心课当中讲的 它是同源的 sieft叫渗出来 把一些没有用的渗出去 说这个也叫做筛的意思 sieft out 这有一个词组搭配的 好下一个单词读一下smite smite叫做打击 或者叫做影响 这个比较难 有点偏 GRE里考过的 咱们给大家说一下就行了 像我们说beat impact 它跟impact其实一样 受到一些影响 第二个是打击 叫做smite smite 记一下就行了 这个不再多说了 好看下一个单词 叫做snivel snivel为什么叫啜气 哭诉 它影射的是谁 大家看一下 它影射的人能看出来 它前面是哪些字母组合 什么叫啜气 哪是啜气 哪的动作 讲过没 哪的动作 是不是sn加原因 是不是鼻子上的动作 孩子们还记得吗 咱们之前好像讲过什么打喷嚏 sneeze 打呼噜 snore 等等 这还是鼻子上的动作 sneeze 就那种是往里抽 是吧 鼻子上的动作 sn加原因 没有听过之前课的同学补上 咱们给大家讲过 总结过字母组合了 鼻子上的动作 叫哭诉 啜气 wine和wimper也有这个意思 就是哭哭啼啼 这个本身是来自于你生词 它是来自于你生词 就是嗡嗡的wine 哭泣的声音 嗡嗡的wine 叫做哭哭啼啼 wimper也有这个意思 叫做抽气 抽气 来读一下 snivel snivel 脑子里想snore 鼻子上的动作 第二个wine 是因为它是你生词过来的 嗡嗡嗡的 最后一个词叫做wimper 好 看这个词 这里面 其实大家主要就发现有一个谁 有一个词根 这个来自于希腊词根当中 表示跟什么有关 是跟睡觉有关 这里面出现了这样一个希腊词根 是跟睡觉有关 知道一下 sumna 是跟睡觉有一些关系 睡觉有关 你看第二个 这是比较常说的 叫做insomnia insomnia 表示什么意思来的 不能睡着的症状 看 in表否定吗 不能睡着的症状 所以就我们常说的叫失眠 对不对 sleeplessness 睡不着觉 有多少同学 昨天晚上的东西 就是一夜未眠 知道今天万词班节课了 舍不得跟歌 没有睡着觉 叫做insomnia 下面somnia 这个比较好理解 log这个词根 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跟说有关 说过很多词了 睡觉时候说话 咱们在宿舍 应该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同学 在宿舍里 是遇到过这样的同学 睡觉就是咬牙 放屁 叭叭嘀嘴 是吧 宿舍六个人 组成一个乐队 叫做梦回大堂乐队之类的 叫做睡觉时候说话 叫somniloquy 还有insomnia 睡觉时候大家都说gallability gallability 是吧 都在说 这也是ambu 这词是跟什么样 救护车 想一想 那是跟走有关 就是睡觉时候走路 咱们之前也讲过 这个动词 是不是叫amble 漫步 在ramble 在花丛间漫步 叫丛林漫步 讲过没这两个词 是跟走路有关 amble是之前的核心词里面 咱们讲过的 是跟漫步有关 所以叫做睡觉时候走路的人 叫梦游者 梦游 像这个词根也是了解一下 如果你学的专业 可能跟他沾边 你也背一背这个词根 也许以后还会有其他的词 符合的新词 来跟老师读一下 叫做somnambulist insomnia 还有somniloquy 好 来自己能解释了不 刚刚讲过 自己能解释了这个单词吗 还能记得这个单词 还记得大明湖畔的resound 和resonant 还记得这两个吗 这个词咱们刚刚说不给大家有说过 这两词什么意思来的 是不是叫回荡回响 再次响起声音 对吧 再次发出声音 声音的回荡回响 sonorous就是声音的 听说声音的浑厚 你听那个黄启山黄麻唱歌 哇 那种是吧 声音非常浑厚 有力的浑厚的 叫做sonorous 好 下一个单词叫做spate 叫做大量 大量东西 或者我们叫做大洪水 都行 我俩太不公平 是吧 都看过那个视频 我当时看的视频也是觉得有点震撼 是吧 第一个叫做发洪水 简单一点 其实我们就叫做flood flood 第二还表示大量的东西也行 你用这个字也行 名词就这样用 看spate of 对吧 比如说发起了这样一大量的一连串的 这样的一些袭击 你叫spate of rays rays还记得吧 刚才刚刚讲过的 a spate of 知道一下 第二表示大洪水 大洪水也是它 大洪水 为什么我们叫做大量大洪水 现在解释一下 它跟谁有关 跟这个词 抱歉 它跟之前讲过的这个词是同源的 这个洪水什么感觉 是我喷出去 它是跟喷这个词是同源的 out spate spout 这俩是一对 spate spout 好 来看这三个词 仍然还是谁 看sp sp sp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跟发散有关 是不是 sp 就是跟发散有关 发出去 你第一个叫做 见起 引人瞩目 这个英语一当年也考过 好像我记得说什么情报间谍 说make a big splash 什么叫做 破了一把 其实就是这个事儿 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 这英语一号零几年的原题 make a big splash 我记得好当时说的是 叫做见了别人一生 还是散出去 slosh 它一般都强调的是 晃荡的撒出 就是说我们这个杯子放在桌上 听到这个声儿了吧 就是这个杯子在桌子上晃来晃去的这种撒出见出 最后一个词叫splatter 有点把水泼派派洒在 它跟splash是一家的 s跟t它俩是一个词 你看 sh和t s跟t是一样的 一个叫做splash splatter splash splatter 还有slosh 都是表示液体的洒出 意思相近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第一个叫做spoof spoof表示的意思叫做 滑稽的模仿和讽刺 那下面这单词叫做character叫做漫画 漫画其实也是这专巴里的 漫画也强调的是什么 也强调的是一种讽刺的概念 咱们如果要考比异的同学 你看比异前一段时间出成绩 很多东西都说到了 都是咱万字班的词 很多都是咱万字班的词 第一个叫做spoof 第二个叫做character character这种漫画里面出现了什么 有车 有我有我还有猫 车我猫 把这俩放到一块 有车 有我有猫的 这就是漫画 character character 读一读 有车 有我有猫 有车 有我有猫 好 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叫做stipulate 叫做stip这个词画上重点 比较重要的单词 叫做规定 一般强调的是比较正式的 官方的这种规定 或者是明确的要求 它作为动词来讲 集物和不集物都行 集物和不集物都行 为什么我们是叫做规定 就把这个事给定下来了 它前半部分实际上跟谁同源 还是跟这个词stiple 大家见过这个词吗 stiple还记得什么意思不 是不是叫丁书基的定 叫做丁书基的定 它是跟定这个词是同源的 所以把它写的 把这个事我们就定下来了 把这个事就给定下来了 定下来了 这个叫做规定 这个叫做规定 第二个我们说叫做明确的要求 明确的要求 stipulation就是它的名词形式 这个词画上重点 要回去好好背一背 要回去要好好背一背 比如说合同中 合同里面规定了日期 合同里规定了 我们说交货的日期 你可以叫做delivery date is stipulated it stipulated in the contract 一个事被规定被确定了 我们合同当中明确的确定了一些东西 这个概念叫规定确定 把这事定下来 定下来 咱们以后写合同的事也要知道 同学们听一下 如果你写的是定金 这还能退不 这是还能退不 这写定金的 写这个定就不能退了 写合同注意一下 写这个定 咱们申诉该退还得退 所以这个定金有两个定法 你写的是别写错了 写这个定就不能退了 但左边这个咱们是可以退的 所以你写合同的时候耍点心眼 耍点心眼 这个是绝对不行了 不能 因为那盖棺定论了已经 这个知道一下 别看错 好 下一个单词 taper taper这也是留学里的托弗亚斯里的词 叫做逐渐编细 或者叫做逐渐减弱 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 谁想想 那个胶带磁带 有的时候咱们撕那个透明胶的时候 是不是一旦撕偏了 比如正常是这样的一个胶带 但一旦撕偏了 变成这样行了 看看 通过胶带去想一想 一点一点变细 通过一个联想去记了 你可以通过一个联想 联想的办法去记一下 慢慢一头变窄 叫做taper 叫做taper 比如说这个尾部越来越细 你可以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tail tapered 什么东西变得细 你叫something tapered 用它就行 很难受 强迫症的 那是比较难受 但是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他当时通过词源的话 他其实跟谁是同源 他是跟尖这个词同源的tip 这个词经过吧 他实际上是跟小费这个单词 tip这个单词 一个小尖顶 指尖 轻触指尖 不是这个词吗 这也知道一下 跟他其实同源 好 这个单词 attenuate 使减弱 这个之前也提到了 就是他跟tenure这个词 跟tenure本身表示的 就是跟薄有关 就是跟薄有关 咱们当时讲了一个词 叫稀薄的 还记得吗 tenure是证据的薄 或者叫稀薄的 回忆回忆 这个是之前核心课里的词 稍微难一点 attenure就使变薄 也叫减弱 taper磁带 那个胶带 一头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 变细变尖 变细变尖 你通过脚尖去记也行 就是toe 上面那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tariff 这就是新闻里面词汇了 没有什么考点 你知道就关税 前段时间我也老说什么关税 加征多少多少关税 写的都是他 tariff tax 放到一块去看一看 duty 这也是 叫做税 咱们在免税店 常说什么duty free 有印象吗 duty free 在什么免税店用的都是他 tariff duty 好 看下一个词 trophy 来 这是咱们在最近几天讲的吧 我之前讲的是哪个词 叫做atrophy 大家还有印象吗 这个单词 没有了战利品 没有奖品 就怎么样 颓废 衰退颓废 想一想 我让你通过 凯旋战胜 那个词去想一想 triff 叫做胜利 trophy 叫做战利品 奖品 这就是没有了战利品 你做成功 但也没有奖品 变得萎缩颓废 又来一遍 萎缩颓废 说过了 不讲了 loot 核心课的词 100吨战利品 说不上通过一个联想 记得 有100吨的战利品 也叫做loot 这亚斯利的词 loot trophy loot trophy atrophy 好 下一个单词 叫做truant truant的叫做逃学 这是新年代二册里面的词 它英式用的也比较多 叫playtruant 读一读 叫做playtruant 叫逃学 逃避责任 一般会用这个表达 shirker 昨天的词 大家还记得shark吗 还有谁 还有叫做 坏坏的逗留在那里 坏坏的逗留在那里 这两个词大家看还是不记得 鲨鱼是骗子 是不是叫做骗工作 躲避工作的人 shirkshark 叫逃避工作 我们加了个一二年 就是逃避的人 shirkshark 昨天的下一个叫做malinger 叫做装病 也是装病 malinger truant也是 它是逃学 一般用逃学用的比较多一些 playtruant 好 下一个单词读一下 叫做turgid turgid表示的意思叫做浮夸的夸张的 一般强调的是言辞 此早上的浮夸 言辞 此早上的浮夸 它第二层含义还可以表示什么 还可以表示的意思叫做肿胀的 还可以表示肿胀膨胀的 肿胀膨胀的 叫做turgid 叫做turgid 那下面这个词叫grandius grandius这个就比较好理解 grand的是不是叫做大 宏大的大 ose是形容词吗 形容词后缀 就这个事儿说的有点大 浮夸吗 就是夸大 grand就是跟大有关 在那扁译词 不切实际 不切实际 我们刚刚在这节课 第一个小时之前讲的是什么来的 唐吉和德 Quixotic 还有个叫Utopian 乌托邦式的 那两个有印象吗 乌托邦式 Quixotic 和Utopian 对不对 Quixotic 别忘了这两个 那两个故事也给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一句话的梗概 有空自己可以回去看一下 好 看下边 下一个 upstart爆发后 这个认识一下 六级里有考过 这托弗亚斯里边这次也收进来了 start开始 一夜之间就开始了上流社会的生活 叫爆发户 爆发户 就是原来我在新东方的时候 新东方 您知道老师 很多都是那种文人 就是那种学文学的 他们那时候就讲到 开某某品牌车的人都是爆发户 车的品牌我就不说了 一看五大三出的 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人 就是一夜就开始了上流社会的 当时部门领导就说了 这都是upstart爆发户 开始上流社会的生活 你也想成为是吧 是爆发户的 努力呗 哪个品牌 我就不说了 好 下一个单词 读一下叫做verdant verdant表示的意思叫做 脆绿的嫩绿的 等于我们所说叫做green 把这词写下来 这个词我觉得也挺好的 英语专业的同学学翻译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这个单词 叫做嫩绿的 碧绿的 嫩绿的 咱们经常会说verdant的pasture pasture sorry pasture刚刚说过叫什么意思来的 还记得不 还记得什么意思不 是不是 就是表示牧场 刚刚说了吧 是不是叫做牧场 就这个你叫verdant pasture 形容词就是名词 就是这种什么 这种清脆的绿色的这种牧场 你用它都行 用这个词都行 叫verdant 简单一点就是green 它就是green的高级词汇 但像这种词 一般英语专业可能会翻译的时候 会翻译的比较美一些 对不对 我们经常会翻译什么 绿油油的 对吧 绿油油的稻田 绿油油 你不会你就green 会的话 你就往上再翻译一个 能力的话再翻译一个词 还有个词叫做verno verno表示的意思叫做春天般 叫做春天的 春天般的 春天的 春天般的 我们常说什么春雨 对吧 你可以叫做verno rain 春雨 怎么怎么样 你就春天的 它这个要考 肯定考就只有一个考法 它只能跟spring改写 改写不出别的词 因为它春天没别的词 一个是verno 一个是spring 它只能有这两个 verno它其实前半部分影射是warm 但是变化稍微有点大 但是符合咱们讲的变化规律 看出来没 它谁跟谁变的 v跟w吧 m和m 这是一样的 就是warm 温暖很温暖的语 春雨春天般的 verno verdent verno verdent 这俩别混了就行 哪个是春天 是n结尾的 就是warm vorm warm 它的一个变体 好 看下一个单词叫virtuoso 和virtuosity 读一读 一个叫做艺术大师 一个叫做它的精湛记忆 这两个单词跟谁同源 写上考研的原题原词 它跟virtual同源 来自于美德 美德 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 一个老艺术家什么得意双心 所以既然能成为艺术大师 你不能说他做得很好 但一天吃喝嫖赌一样不少 那不行 有艺术的 有艺德的 有艺德 我在抖音当中也经常能看见 但现场接触过 吃饭在北京那个时候 还有看演出 也看过 你会发现 其实真正的老一批 你别说老艺术家 就基本上四五十岁的 再往大年龄更高的 就更不用说了 其实都非常和善 都非常平易近人 你打一个招呼 你在抖音也能看到 你跟成龙大哥打招呼 跟葛有老师打招呼 都非常爱爱爱的 越是那种 越不理你 是吧 越是那种 越不理你 那种爱护驾 恨不得弄保镖护驾的 不到以为皇上 不知道 还以为 不行 然后还是不行 没人 你看都说了吧 没人 不用拦着 这叫艺术大师 艺术大师 有美德的 那下面就指的是 他们的艺术精湛的记忆 叫Virtual City 我亲眼见过两次 在北京首都机场 但那明星是谁 我也我就不说了 就是一个经纪人带着他 还是一个主持人女的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人 专门给他拍照 所以后来我就明白了 所谓咱们在机场 拍到了谁谁谁 那根本都不是某某人在机场 都是自己的经纪公司 找俩摄影师给你拍的 画的装 然后戴个口罩 然后旁边是像一个女的 应该是经纪人 帮着拿着东西 旁边有个男的给他拍 其实都是这种 你要不往处说 记者哪知道你天天上机上 都是套路 好看这边这两个词 这两个是要拿一点 一个叫做viscid 一个叫做viscous 在我们这班当中 我说过两个 一个叫sticky 还有个叫glutinous 这两个大家以前见过 flagmatic也是 但这就接而易里的 来自于年谈 这个是大年谈 flam flagmatic 好了 把这两个词写下 sticky和glutinous 这两个是常见一些 粘的 咱们之前说的叫糯米 它来自于胶水 glut这个词 viscid和viscous 这两个词也叫做粘稠的 粘质的 两个其他 它源于谁 是源于毒 那个词 就是virus病毒 那个词 现在咱们说有一些什么 粘稠粘质的 有病毒的这样 是它的一个衍生 但现在也是用这个词 来表示什么粘的概念 比如肠子的这种什么粘膜 对不对 现在你叫做vc的liny 用它都行 粘的 医学当中的 粘 我们可能会用到这个词 粘稠的粘性的 医学生物学的粘 医学生物学的这种物质的粘 用它 它的病毒 那个词是同源的 virus和viscid和viscous 这个flagmatic 这是来自于GRE考试的一个词 flam叫做痰 就是明白了吧 这意思 叫做flam 粘液或年痰 所以你看痰的特点 一般粘上了 还是表示叫做冷淡 这个单词 叫做flagmatic 或叫做粘质的 粘液的 第二也可以表示冷漠冷淡 你想想你唾弃一个东西 粘液 两个意思都有 不是糖 不是吃那糖 这俩东西 可能我发音发的不太标准 是糖 不是糖 你把它翻成糖可怕了 所以两个意思都有 第一个就是粘质的 东西很粘的 第二也可以表示什么 冷淡 你想想你唾弃一个东西 就是推 这它还可以表示 很冷漠 flagmatic flagmatic 好 看这几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weave 读一读 interweave intertwine neat 和plet 写下来 这几个词都跟什么有关 它都是跟编织有关 比如说我们说只是编一个篮子 有的很多能工巧匠 是吧 双双和灵巧的 家里的东西是吧 weave a basket 因为它就行 编东西的编 用它叫做weave crutch也是 是吧 勾针 勾出一个东西 也是它 第二个叫做什么 叫做interweave 这表示情绪东西的交织混沌 你看叫做编织到一起 叫做交织情绪的这种交织 把什么和什么东西混杂在一起 叫interweave和intertwine a with b 这样去使用 把什么和什么东西交织编织在一起 intertwine 也是这个twine 咱们讲过了 neat 这是织猫衣 女同学你们现在这个年代 95后的女生还会织东西吗 我们那个时候 一般 你会发现到秋天的时候 有的女孩就开始给男朋友织东西 就neat a sweater neat 用的就是这个字 它跟谁是同言 它跟绳结 not是同言 织一个结 编织成一个结 现在你们都不会了 都已经 看来确实织猫衣这东西 慢慢以后就失传了就 我觉得我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 有的女生就开始给男朋友吃点东西 还能给 叫做neat not 织猫衣的织 用这个 最后一个词叫做plat plat一般强调是边边 这个女生要知道 她为什么叫边边 还记得Pry这个词跟跟什么有关吗 Pric 这个词根说本身跟折叠有关 它跟foad有关 倍数折叠有关 plat和pleak 它是plate plat 表示的意思叫做边边 这个词根是之前讲过的 边边 好 把这几个词跟老师读一遍 第一个词叫weave interweave weave a basket intertwine 这来自于to 两个东西缠到一起 叫缠绕 neat是not 跟他同言 绳结 一个是结这是g也是编织 flat是编辫子 编辫子 好 下一单词叫做wild 焊接 咱们如果学什么汽车修理专业的 或者是电焊专业的 焊接工程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知道一下 叫做焊接 是整合结合 焊接把东西结合在一起用它都行 叫做wild fuse fuse也是有这个意思 叫做融合 因为它有名词有保险丝的意思 保险丝的动词也翻译成叫做什么 融合融结 用它也行 融合融结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solder solder 像这样的词都比较偏专业化和生活化一点 如果你生活当中说到的时候知道一下 solder也是这个意思 把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焊接到一块 用这个单词也行 solder something to something 跟那个link是一样 把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连在一起 叫solder 叫做solder 把这三个词来读一下 第一个 叫做wild 第二个fuse 保险丝 solder它不是来自卖 首先它是来自solid 是成为一个整体 是成为一个整体 solider solder 这个叫做焊接焊合 焊接焊合 wito 叫做削 削木头的削 削弱 削减 这个里面重点看的是它 专严英专的东西注意一下 wito down 叫做wito down 叫做削减削弱 好看下边 下一组 第一个叫做wins cringe 和require 这三个单词都还要表示 畏缩 退缩之一 畏缩退缩之一 畏缩退缩 就是有一种害怕的感觉 好了你看第二个词 第二词为什么叫做畏缩退缩 就怎么了 看哭了 cry 看什么前半截 遇到这个事就有点哭了 掉眼泪了 感到尴尬不安 很难为情的样子 退缩 畏缩 或者是尴尬难为情 cringe cry require 这个词它是来自于谁 是来自于coil coil本身表示线圈 就是缠着这圈 re 其实表示的就是盘起来 再一次盘起来 是龙 你得盘着 是虎 你得握着 是咱们这个意思 你看蛇有的时候 要具有攻击性的时候 马上站起来了 准备攻击别人 是吧 但是害怕的时候也是团成一坨 这叫做require 再次盘起来 这也叫做畏缩 叫做require require 读一读 require cringe 吓哭了 再次变成一圈 coil叫线圈 电线的线圈 叫coil wins不要跟谁搞混 跟mins mins是前两天讲的 这个mins还记得他跟谁是同源 是不是跟mini mins叫什么意思 告诉老师 mins叫什么意思来的 还记得不 是不是叫做mini 你想想啥意思来的 跟小有关叫做切碎 忘记了 叫做切碎 切成肉馅 是吧 mins 切碎 这个是wins 这叫做畏缩害怕 畏缩退缩 你可以通过谁去见 你也可以通过wink去见也行 就是眨了一下眼睛 吓得 退缩的时候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 是不是也是吓得 眨了一下眼睛 wink wins 这两个放到一块 吓得眨眼 好 最后 第一个叫做zany zany叫做可笑荒谬的 等于我们所说absurd和谁 ridiculous ridiculous 大家还记得吗 一样的 zany本身有小丑的意思 形容词表示滑稽可笑 因为z开头的也是确实不多 没几个词 zany 叫做可笑的 荒唐的 可笑的 荒唐的 最后一个就是zoom 这是当年在GRE红宝书里也是最后一个词 又一个 猛增 猛涨 zoom up 急剧增加 来回忆一下 咱们在这半侧讲的是谁 第一个叫spike 还记得他吗 还有谁啊 search 这应该是前天咱们讲的 猛增spike 第二个叫做search 都是含有表示猛烈增加 急剧增长的意思 zoom zoom 好了 咱们今天就把后面这些都整好 都给大家都说完了 今天内容可能比前两天稍微多一点 但没多太多 大家今天还是站好最后一班岗 中午正常看 中午正常看 然后晚上 睡前 对不对 晚上和睡前都正常去看一看 中午的时候要提前看一下 你别等晚上再看 可能就忘没了 然后 说一下就是在未来这段时间 大家该怎么去记 该怎么去重复 今天是 几号了今天 今天18号是吧 好 那18号到23号之前 大家利用周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啊 利用四天到五天的时间 星期五是三十吗 要把这八节课的 把这八节课的内容 再至少过一遍 先不要着急回忆前面的内容 先不要着急回忆核心课的内容 因为咱们一定要趁热打铁 先把这些同一替换 先搞定 我说清楚了吗 同学们 未来利用四天啊 就一天复习两天的 一天复习两节课的 要把这八次的同一替换先搞定 搞定完了之后呢 然后我们这个过年之后回来之后 利用二月份一月底到二月一月底到二月份这段时间 再把核心课的内容 二月啊 要补完啊 核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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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35次课 二月份啊 正好差不多啊 就三十天左右嘛 从初一月底开始 把核心课再听一遍 然后呢 三月到五月 五月三十一号 这个课程就失效了 我们有四个半月的学习时间 还有四个半月的 你想看 他怎么都能学完 早肯定能 能学两三遍 肯定能学 你要不想看 我还是那句话 我给你一年你也不会看 所以有四个半月的时间 我建议同学们 至少要看两遍 就是二月份看一遍 然后三月到五月的时候 至少再看一遍 至少再看一遍 大家看完之后 也可以经常用手机 每课后面不有词单吗 用它去测一测 打打卡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就要多去干嘛 多去看一些外刊 看一些原著 大家明白了吧 多看外刊 看原著 多看外刊 看原著 然后去巩固你的词汇量 然后有养成一个习惯 你准备一个小本 有个什么习惯 就准备一个小本 就是在你看外刊 在你看原著 在你做题的时候 只要这个词你发现你不认识 你就写上 只要你不认识你就写上 这词什么意思 然后就总结一个你自己的生词本 比如说总结一个陈勇生词本 对吧 你总结一个王广奉 奉奉生词本等等都行 明白了吧 所以大家养成一个习惯 当然如果我们从第一节课 10月8号一直跟到现在的同学 你全都听完了 如果你觉得万词班对你有效的话 别忘了去知乎 微博宿舍 澡堂食堂图书馆 推荐一下万词班 特别在知乎上 因为大家一般报所有的课之前 都愿意去知乎上搜一搜 请你在知乎上给出你中肯的评价 是吧 大家也是拜托欢迎大家推荐 今天春季应该是没有万词班的 今年春天的时候 三月份应该不会再开万词班了 所以我们在短期内 第六季也就是现在的一个万词班的同学 应该好好珍惜的 如果开应该是暑假了 好不好 大家要加油 大家要加油 好 我们有缘的话 在其他的课程上再见吧 祝你们好运 谢谢你们对于根哥的支持 谢谢你们对于有道考生团队的支持 希望万词班能够成为你们最后一个学的词汇班 因为我真是觉得客观的来讲 万词班的词汇背完了 别的你就不用 因为重点词都在这儿了 你再把四级基础词汇高中词汇背一背 减一减基本上就足够了 所以不需要再上词汇班了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是缺的就是阅读 以及慢慢的积累 祝你们好运 祝大家鼠年快乐 对不对 以后成为班级里鼠一鼠二的大人物 不要再鼠目寸光 然后呢 新的一年能够越来越好 拜拜